各位微星显示同修 十方善性大德 大家好 欢迎收看2016年国立7月9日 星期六晚间7点30分 播出的微星新闻 我是洪玉佳 一起关心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微星圣教的各项动态 首先 带您进入微星圣教易经教育讯息 请进入微星圣教教师辅导严习营 国立7月5日开课典礼的报道 由微星圣教功德基金会与微星圣教学院主办的 2016年教师辅导严习营 7月5日上午于微星圣教学院隆重开课 宗主 魂元禅师亲临主持开课典礼 教师辅导严习营是为帮助各级教育的师资 能够了解其所教育的青少年学子 并帮助他们在人生刚起步的学习上 能够排除不必要的障碍 专心学习 宗主 致辞时表示 各位老师们 牺牲暑假的时间 我们来会心 会友和会心 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平安 社会多一个孩子的平安 国家就多一个福报 少一个不平安 也就多一个福报 多一个不平安 就少一个福报 维新圣教学院陈院长 及礼副院长 及授课法师来宾 一一致辞祝贺 典礼简单隆重圆满 随即展开研习课程 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导 中华民族一经风水智慧 自古以来就是读书人的学习必修 来自台湾各地的各级学校教师 参与七天密集的课程之后 相信更深入了解 一经风水古致经用的真实面貌 帮助孩子们有更好的人生学习 接续关心维新一经教育 在大专生方面的暑期课程情形 请进入一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经济班 活动报道 维新圣教一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经济班 7月4日于台北大安寺举行开课典礼 宗主混元禅师亲临主持 勉励大专学员精进休息一经风水心法 了解把握自己的人生 开课典礼在善无举行 大安寺住持原德法师及授课老师 给予来宾接劣席观礼 宗主混元禅师向参加精进班的 大专学员们开示 为什么要来读义经 为什么要来学义经 所以学义经的好处 有八句 这八句 就是一个房子的八个大柱子 大家学义经做人处宿口安心 大家学义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大家学义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大家学义经 大人小孩皆聪明 大家学义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 大家学义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大家学义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义经 国家社会定太平 第一根柱子 大家学义经做人处宿口安心 你们的人生刚要开始 在未来的路子 人生很长 你如何找到一条 能够给各位 自己安心立命 安自己的心 这一条路 只有大家学义经 大家学义经 做事工作可顺心 你们学义经 你们还在学校 还是很单纯的 在爸爸妈妈的被窝里面 还保护了好好的 有一天你们大学毕业了 要走出去了 你们的路怎么样的做 在这里就可以找到 未来你们的方向 观理来宾及授课老师们 随后也纷纷致辞 勉励大专学子 用心学习 义经心法 把握青春刚开始的机缘 了解自己 也了解人生的轨迹 运用义经 规划自己灿烂的将来 避免失败 义经心法 大专学生 暑期精进班 举办至今已经16届 培养教育出众多优秀 大专青年学子 能够接触运用 义经心法 清楚自己的道路 选择自己的方向 大专班于每年暑期7月 于大安寺举办 教授义经心法 并邀请众多 产经学界专家 讲授各领域相关经验 欢迎大专青年 含应届大专新生报名参加 了解自己 锻炼自己 并规划自己的未来 维新记者戴金安 游慧玲 台北大安寺报导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 针对社会人士 各行各业 规划休业两年左右的 义经风水初级班课程 关于义经风水的基础 户外教学 以及法宝丛书 妙法普传方面 包括 圣中追远 孝亲礼仪 新宫洞土 住家环境等等 150多项生活智慧的分享 请进入本周初级班课程 综合报道 义经风水学教育是维新圣教广传义经风水心法的重要一环 宗主混元禅师成立义经大学 于各地广开义经风水学初级班 让义经风水教育深入民间 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建太平 原生法师于越南开设义经风水学初级五班 教授以千筒粘挂方式 耐心详细介绍法器 挂摇的步骤 姿势与粘挂应注意事项相关细节等 学员同修一起逐一练习所有动作 同时法师也提醒同修们熟记背诵64挂的重要 原生法师为加深同修八卦掌绝的熟练度 和同修们一起练习八卦的掌上位置 与背诵64挂的顺序 同修们抓紧每月一堂短短上课时间 在法师尊尊教导下 认真练习掌绝挂名背诵要领与粘挂 回到国内 各地初级班开课上课十分踊跃 卢州三重教室初级五班 7月1日开课 由原名法师开班授课 众多法奖师贵宾等皆前往官礼祝贺 原名法师于卢州道场协助助持原封法师 经营卢州附近区域 广传易经风水 帮助善信大众解脱苦恶烦恼 亦在三重地区开课传授易经风水 让易经风水教育深入民间 大家学易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欢迎三重地区及附近区域有缘 有兴趣善信大德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 开班三个月内都接受报名 同时土城安心道场初级25班 也在7月1日开课 由原正讲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妙法 安心道场助持原聪法师主持开课典礼 也十分欢迎土城地区及附近区域善信大德 大家来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9月底前皆可报名上课 而台中石缸大雅道场仅有班 于7月3日上课 由原勋法师介绍大雅道场 九师会聚之地理景观 原勋法师为学员们详细介绍 如何观看地理轮头形象 并实际以道场地理印证 也向同修们解说水池等风水格局布置 让学员们深入了解三分风水七分座的意义 学员们均十分赞叹法师精彩的解说 及风水的奥妙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 接续是教育弘法讯息 位于嘉义太保的中心道场 近期举办社区弘法活动 一起来了解 大家学易经 大人小孩皆聪明 为使人人知意用意掌握人生 不为外境所迷惑 易经风水学的教育刻不容缓 宗主指示深入社区 弘扬易经风水妙法 深植学习易经风水的种子 嘉义中心道场原勁法师 带领同修们踏入社区积极弘法 首先来到嘉义六角乡湾南关北村 借用当地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社区弘法 原禁法师新介绍 维新圣教法卖法源 给与会民众对维新圣教 及中心道场之传承 有基本认识 随即向善性们讲解 基本风水概念 方位吉凶认知等等 让来参与的民众 皆有一定的正确基础判断能力 而对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求神拜佛 祭祀礼仪等 远禁法师也一一分享 供养神佛祖先典香祭拜 敬茶的礼仪要点 与婆婆妈妈们最常关注的厨房 厨灶摆设的方式 遗迹及冰箱与炉灶的摆放关系等 一一解说 与会大众也踊跃发言提问 对于日常生活的环境风水 十分关心 首场社区弘法十分成功 社区弘法将持续举办 也欢迎大众善知识一起来参与 了解您生活周遭的环境风水 维新记者蔡文章嘉义报道 大家学易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宗主混元产师 尊尊教诲提醒我们 凡事皆瞻 事理寥寥分明 这即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本周土城安心道场 举办易经与心灵升华讲座 一起参与精彩的片段 请进入以下画面 为提升学员对易经心法 与心灵的认知与体悟 从对易经与心灵升华中 了解维新圣教及宗主 对全体学员宗门 乃至于全国民众 及世界和平的付出与努力 土城安心道场 7月2日上午 开办易经与心灵升华讲座 邀请安心道场 各班同修参与讲座 由原音法师与同修们 分享唯心圣教 易经心法 与诸多经典 对心灵之影响与解析 土城安心道场 为增进学员们的向心力 增进同修 对唯心圣教的了解 凝聚大家 修到宏道的志愿 共转法轮 为广传一经风水心法而努力 于日前召开干部会议 定出各项执行方案后 积极实行 首先 推出讲座 与学员同修相应心 心灵升华 汇聚共事 后续 各项改革措施将一一施行 起始道场更多元 红法任务更精进 维新记者 邱静分 郑孟娟 土城安心道场报导 维新圣教范背学院 教务长 袁蒙法师 谨遵宗主混原禅师开示 进行范背教学 巡回各分寺道场 一起关心本周的教学情形 维新圣教范背学院 范背教学持续精进中 教务长 袁蒙法师 与袁朱 袁银宋经师 巡回各道场 教授范背 依各道场 休息进度教学 嘉义中心道场 行开班不久 尚未熟练法器 6月28日上课 先教授天德经 及赞头唱诵 随后实地练习 法器柳音之使用 如何握持 如何敲出清脆音声 接着练习 木鱼敲法 配合唱诵 一起练习 修正 再练习 学员们认真专注 精进休息 7月4日来到淡水教室 教授蒸拔使用 袁蒙法师 引聚经典供养赞 开示同修们 香花灯涂茶果 供养法界 若能再加上 月的供养 是更加殊胜的 因为范背的声音 可以传递 五远佛界 法师 勉励同修们 学好范背 学好法器使用 以音声 供养法界 而在三宝寺 范背学院 由院长 袁松禅师 亲自教授的 范背初级班 汇集众多 有心学习 范背之同修 不远千里而来 听闻院长授课 院长逐字 逐句教授 先求正音 而后唱诵 最后法器配合 法音宣流 唯妙和谐 范背 亲近人心 供养诸佛祖灵 最为殊胜 欢迎有缘同修 一起来学习 维新记者 蔡文章 高昭阳 联合报道 本周法会综合报道 首先 参与高雄道场的 法会情形 每月农历初一 十五的齐安法会 也欢迎十方有缘 善性大德 一同加入 为个人 为社会国家 诵经祈福 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维新圣教 于各地广设 道场教室 传授一经风水新法 教育大众了解因果 避免失败灾恶 就托众生苦难 各分司道场 定期不定期举办 各项法会超度三界万灵 各信祖灵 及冤亲债主等 解冤事劫 其安直服 高雄道场于六月二十八日 举办每月例行 祈福消灾法仪 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功德回向法界 祈求老祖师尊 祭诸佛菩萨 慈悲微神力 加持和会众人 灾厄必魔皆远离 亡魂求度生净土 明扬众生平安好修行 而为祈求 封条与顺国泰民安 即为安登之信众 其安直福 维新圣教各分司道场 于农历六月初一 举办朔旺 祈福消灾法仪 前辈香花果篆 由犯拜法师及诵经师等 带领各道场的 贤士同修及和会大众 进行诵经祈福 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鬼谷先师天德经等 诸经典 即佛号咒语灿仪等 并恭念祈安文书 禀报安登名册 祈求老祖师尊 继诸佛菩萨 圣神加持护佑 与会大众 及安登诸善信 皆得平安喜乐 辖内安和无在恶 宗主开示维新圣教各项法会 均未超度祖灵 原勤寨主及三界万灵 祈求名阳皆安 地方太平 让同修大众能安心求道修道 有缘诸善信大德 能一起来参与是无上功德 同修贤士更应该参加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麻豆道场 起见慈悲三昧水灿法会 请进入这则报道 7月4日一大早 原型法师来到麻豆道场 主持慈悲三昧水灿法会 法会离请原定法师主法 带领和会大众 恭送慈悲三昧水灿灿法 台南道场与麻豆道场 于每年周年法会前 均会起见慈悲三昧水灿法会 带领辖内名阳 借由法会灿法威神力 解冤削迁化解心结 放下冤仇 亡魂往生净土 洋人平安好修行 每次水灿法会 皆有诸多大众善知识 前来参加 忏悔往昔无名所造诸恶业 原性法师 异于法会后开示同修门 如何修心修口养灵 各位 你请着人家拜祥 修心修靠 全能的供养 他的养真灵 师父开示的 宁愿欢景欣赏 那属说共云 你皇一心修 他就要养灵 当然每场法会 都少不了 无畏不失的义工同修们 举凡法会一应所需 包括供养 供品 谈诚布置等 义工们心情付出 法喜充满 维新记者陈凯月 台南麻豆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 维新圣教麻豆道场 在国立105年 国立7月3日 厚礼三宝寺 举行放生 其安消灾 解冤事劫 活动圆满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7月3日上午 维新圣教三宝寺 由圆恒法师主法 举行放生 其安执福法仪 以放生仪轨 为放生之情鸟 归于加持 于阿弥陀佛身中 放飞情鸟 归于大自然 放生所蕴含的道理 十分殊胜 一切众生皆具佛性 无耳无别 沦为畜生道 只因素叶深重 宗主 魂缘禅师亦曾多次 举例时政 一旦业障消除 畜生同样可以 正成佛果 今朝放生 等于 与依未来佛 结善缘 一切众生 与我在五始来轮回中 皆曾互为 手足亲眷 今朝放生 等于救自己的亲人 而一切众生 于过去世轮回中 亦曾互为 冤家仇敌 今朝放生 正是解冤是解 好修行 放生 由戒杀而来 放众生 一条生路 亦是放自己 一条生路 放生功德 殊胜 宗主 魂缘禅师 亦曾开示 放生功德 同修弟子 可随力 参与放生 维新记者 黄福建 厚礼三宝寺报道 接下来请进入高雄道场 以及中港道场的社会服务报道 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住持 原普法师 6月28日上午 前往学园 济贤士府上 安奉神位 原普法师 依法仪安卢 并奉请阿弥陀佛 降真灵 随后为法相开光点眼 再奉请祭福祖灵 安卢上座 法仪圆满后 家主人备妥香花果篆 金银财博等 供养佛菩萨及祖灵 和慧人等 恭送心经供养 祈求佛祖及祖先 加持护佑 何宅平安顺遂 原普法师 接着赶往薛信信众家中 继续社会服务的行程 薛府要安设供养祖灵 离请原普法师 为其主持法仪 法师依拜神求佛 祖德刘芳 所载安祖先排位法仪 如法将薛府祖灵 依依写入排位 并开光加持 而后奉安祖灵 安卢定位 主人家 其被丰盛贡品 供养祖灵 并恭送心经 恭德回向 同时 中港道场指派 原普讲师 为正齐班二十届 陈贤氏之子 新居入宅 陈贤氏一邀请 二十届同修 一同观礼 原普讲师 则定七月一日 此时入宅 于前一天 先有讲师 撒进全屋 并于门框上 贴上三张 金刚大法印 于及时一到 众人手提火炉 米桶 等等各项物品 依序进宅 原普讲师 金银财宝 遍洒屋中 祈求家宅新发 事业顺利 屋主提火炉 绕行宅中各房 最后回到客厅 烧开湖水 象征家宅兴旺 随后以丰盛的 红元素果等祭品 祭拜造神 及家宅地基主 祈求庇佑家宅平安 法仪圆满 维新记者 刘秀宁 吕远昌 欧明辉 郑玉威联合报道 士林爱新道场 本周召开 周年法会筹备会议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士林爱新道场 6月29日 由住持原路法师 召集各班干部 举行四周年 法会筹备会议 今年法会执行长 由20届 廖芳怡贤士担任 联系协调分派法会 各组事宜 会中首先确认 各组负责事项 及进度 并加紧进行筹备工作 以立周年法会顺利圆满 各班干部贤士同修 也提出建议道场运作方向 可以服务到士林 北投地区 更多信仲 及贤士同修 帮助更多善性大德 结更多善缘 促进宗门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之本愿 维新记者 白锦玉 廖芳怡 中昌景 士林爱新道场报道 大家学易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 做事工作可顺心 请进入易经风水 初级班 开课讯息 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易经风水学初级班 本周开课的有 新北土城初级18班 105年7月11日开课 上课地址在 新北市土城区 京城路1段42号 报名电话 0928-421-648 0928-421-648 请进入宗主 混元禅师开试 为新禅语 为新禅语 我们每一天 在世间 都脚踩在 是非和善恶的 是非地 那么如何超越 脱开这个 是非之地 我们要中道 录自工厂风水经 谢谢各位观众 收看今天的维新新闻 欢迎您在每周六 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 早上7点30分 下午1点 准时在维新新闻相聚 一起关心维新圣教的 各项动态 祝福您 福会增长 闔家幸福 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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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